就在18日中共台海軍演的時刻 我國外島也不敢掉以輕心 分別在金門馬祖陸續舉行演習 不過這樣子的舉動被質疑 是在跟對岸互別苗頭 對岸的這個軍事演習基本上都是在 尤其針對台灣的 針對性是很強的 而我們的軍演的本質基本上是防衛性的 所以軍事演習的本質是不同的 那也不用把它列為這種所謂的別苗頭 真的沒有在別苗頭嗎 其實澎湖原本表定 也要展開火炮實彈射擊 卻緊急喊咖 外界認為是避免兩岸局勢火上加油 但澎湖不表示 只是因為總統出訪友邦才停止訓練 那為什麼金門不跟著喊停 說法互相矛盾 目前是一個敏感的時刻 任何的軍事動作都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如果是因為對岸正在軍演 所以我們暫時性的改變延期 或者取消這樣的軍事演習 我想目的也是希望能夠降低 目前這種所謂軍事升級的態勢 現在用軍演的狀況來溝通 這當然是大家不樂意見到的 雖然這次澎湖的力行性的軍演 我們暫時的暫緩 但是如何兩岸有一個正常的溝通 避免擦槍走火 我覺得是更要進一步去思考 中國大陸官媒海話對準台獨進行實彈軍演 就連半飛蔡總統出訪的幻象戰機 也掛上雲母飛彈 局勢敏感不言而喻 即便政府嘴上說沒問題 但身處在兩岸最前線的外島居民 肯定很有感 華語新聞郭彥廷 黃云辰 台北報導